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凡劳苦但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罗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息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须受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神的 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一到第五节 兄弟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所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人若无有 自己还以为有 就是自欺了 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 不在别人了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都已经完毕 好 订阅姐妹们听 上一个主日我们都没有来 因为有家庭营的关系 所以许多人都去了家庭营 在家庭营举行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发来的照片 现在很方便了 信息通过微信就出来了 从他们发来的照片 我们就看见 他们在那里 那么多的人在那里欢喜快乐 我们这里也有弟兄姐妹 到了那里去嘛 上个主日 那个鲁衣咖啡 到那里去泡了 这边没有 所以看见他们在那里 欢喜快乐 许多人在一起 大家一起包饺子 哇 热闹 那个其乐融融被北纸相爱 我看得心中痒痒 因为我没有去 我没有去是因为 本来我十二号我要考试 是我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考试 也是我三年神学读书到现在 最后一个考试 那如果神奇悦 我这个考试最后就通过了 等到这个考试以后呢 那我三年的学业 就是技术的时候 所以很感谢神 让我在这个三年中能够平平安安 一路顺利的就这样过来 那么三年时间 很快就这样过去了 回想起 在三年之前 我曾经有一次 我觉得有感动 我想出来读神学 那么就跟我们的主任牧师说了 主任牧师听说我要出来读神学 她非常开心 她就帮我把各样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但是我的太太知道我要出来读神学 因为在家里我们的生活 它有小一切所需都是我在做过 都是我在担待 她因为身体不好的关系 她就没有做过 所以如果我走了 我们的生活怎么办 我一个礼拜近十几天 我还要交各样的材料 水电雷 那我怎么办 所以如果我走了 对她来说 这就成为一副重担 是她所不能担待的 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她一直不答应 对她来说 这副担子实在是太重 她不答应 这副担子就变成是我的重担 因为她不答应 我就没有办法出来 她不答应 我就没有办法来读神学 两个人比一个人好 如果我要适合 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要两个人彼此同性 我们要两个人要同感应 我们两个人要彼此配搭 我们要一起走上这个事故的道路 那如果她没有准备好 我一个人走不动 我不可能自己在前面走 后面拖着你一大堆 所以当她不答应的时候 我这个重担我也跳不起来 跳不起来怎么办 我就只好放下了 我相信是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 所以我把她叫在神的手里 就继续在那里等待 结果一直等了一年多以后 然后神的时间到了 她再带我们出来 到了那个时候 那我的太太 她就不是说我答应 而是她自己主动告诉我 她主动鼓励我说 她说你去读神圈 那么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请停下我的分点 我把这个放在后面 下一次再说 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中 我们都有各样的重担 我们需要面对 无论是你信徒 或者是不信徒 是没有区别的 我们都有许多的重担 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我们的工作中 我们都需要面对 穷人有穷人的重担 穷人为了他的钱财 他要发愁 穷人为了劳土 他就成为重担 这个重担就压到他的 那个皱纹就对起来 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些照片 一个老太太 或者一个老头 那个照片上面 他的皱纹是一条一条 非常的深 好像深沟一样 然后现在有一个说明 老农民 就是因为老子重担 把他压出来 富人有富人的烦恼 富人的烦恼 他要怕人抢他的钱 他要怕孩子被绑架 他要怕人家来捉弄他 他还要担心 没有这些事情 他还要担心 他已有的钱财 会不会失落 所以富人有富人的烦恼 所以富人有富人的烦恼 我们知道说 五指西三天 烦恼买了烦恼 所以当那些老虎烦恼 那些重担压在我们 尖上的时候 真的是我们担待过去的 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 在我们和神之间 有两幅单子 是刚才我们所读的 马太古 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 我们卑子之间 我们也有两幅单子 是在加勒太书 我们看见的 那么今天 因为时间的关系 虽然我很想 把这几幅单子 都讲清楚 但是看来是困难 因为时间不够用 所以今天 我想我就跟大家 讲两幅单子 这两幅单子 就是马太福音 所讲到的两幅单子 第一幅单子 就是关于罪的单子 罪的单子 不是我们可以来做的 罪的重担 但是我们担待不起来的 罪破坏人的家庭 罪使我们在工作中 会失忆 在工作中 寻找各样的难处 给我们家庭困难 罪还使人变得愚未无知 因为人骄傲之大的时候 神经告诉我们 神阻挡加勒 所以我们就变成愚未无知了 并且越是愚未无知的时候 越是自以为是 越是自以为是的时候 就越是显出我的愚未无知来 这就是罪所带来的 使我们失去了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罪的重担不但是重 他还要把人带进地狱里面去 这是罪一个最严重的结果 所以在诗篇三十八篇 大卫就在那里有一个感叹 感叹 他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 叫我担待不起 是的 罪的重担我们是担不起来的 因为那个重担是 那个罪比我的头还高 比我的头还高 那我就怎么担不起来 所以当罪来狭子人的时候 人哪怕是想要做善事 人愿意做善事 但是立志为三 由得我 我做出来的其实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们手里做的是错的 我们脚下走的是偏心几路 我们不可能完全 我们做不到好事情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俄国有一个作家 他写了一本书 在大陆文化大陆的时候 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没有了 所以这些东西就成了非常珍贵的 那本书的名字叫《罪与法》 在那个时候我非常有心 里面就讲到一个全大学生 这个全大学生 他虽然穷 但是他自己非常高大 虽然他自己高大 但是就缺点充得定大 所以呢 他眼高手提 他眼高手提 他虽然是志向很大 但是对他来说 这一切毫无作用 因为钱财挟制了他 依据他至高气短 他租在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太的家里 因为穷 没有饭子 因为穷 扶不出房子来 他最终没有办法 他就把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太杀了 在他杀老太太的同时 不巧 老太太的妹妹也在那里 为了不熄容这一个秘密 他就把他的妹妹杀了 妹妹是无辜的 而这一个全大学生 他虽然是把他们都杀了 但是这不是他的本性 那不是他的本意 他是被逼无奈 但以至于当他做了这个事情以后 他心里就有一个罪的重担在里面 就一直压在他的心头 他就一直受到良心的牵责 怎么也放不开 在罪的重压之下 他心里不得安宁 他遇到一个基督徒的姐妹 这个姐妹 他名字叫做尼雅 就告诉他 你要把这个罪放下来 他实在是压到受不了 所以他就去投安自首 撒尼雅 你拿他投安自首 也要判刑 所以溜放斯布利亚 他被溜放的斯布利亚 照样良心在他里面 牵责他们 他虽然被判了死 他照样过不去 他照样在那里 一副重担在心头 后来 苏尼雅 到斯布利亚去 到了那里 把福音传给他 告诉他要信好耶稣 一直到他信了耶稣 一直到他接受了救恩 他的心才得到安宁 所以他才知道说 原来只有来到耶稣基督更前 才能够把心头的那个重担 给放下来 他接受了救恩 他罪的赦免 他心里就得出平安 所以我们感谢神 他知道我们是担待不起的 知道我们担待不起 所以他就把这一副担子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跳起来了 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平 他在那里 做错了一个呼召 而这一个呼召 就是叫有罪的人 来到他的冰前 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 在这里所读下 事实上是犯罪 这事实上犯罪的人 因为前面的经文是讲到 耶稣基督是在传福音 他在传福音 那些人不要信 所以他就在这里发出一个护照 这是你们的重担 要到我这里来 到耶稣基督这里来 他就可以替我们跳起这个罪的重担 刚才我们所读的《起因经文》里面 他里面就讲到 六十八章十九节 对不对 他里面讲什么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 我们的神 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 不要以为他是 对着外邦人还没有幸福的讲 这个天天背负重担 是对着我们来讲 他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已经得出拯救的人 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他照样天天背负我们重担 因为虽然今天我们得出了救恩 我们是基督徒 谁敢说我不犯罪 我相信今天在这里 没有一个敢说这句话 我第一个告诉你 我不敢 我们常常还在得罪神 所以我们要 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向他承认 我们向他承认 我们又得罪了 求主的宝血来赦免我们 来遮盖我们 好叫我们成为接近 好叫我们心得平安 把我们的重担卸下来 我们已经是基督徒 所以对于罪的赦免 这一副担子 我们应该都知道 就不多说 那么主在背负我们的重担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我们要常常记住 记住的就是 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 无论是我自己 是已经知道的 并不是说我故意 但是许多说就是 当我做了以后 我知道说我的罪神 或者说还有一些 我自己也不清楚的 就是隐而未现的罪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虽然我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我以为不是 但是神说是 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好我们讲 第二点就是 接下来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把罪的重担叫在祂手里 我们罪的赦免了 那么我们 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挑主的担子 我们要付诸的鹅 当我们是这样去行的时候 我们就心里的安息 并且他告诉我们说 他的鹅 他的鹅是什么 他的鹅是容易的 他告诉我们说 他的担子是听神的 是听神的 所以我们要去挑主的鹅 要付他的鹅 要挑他的担子 主的鹅 主的担子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我们常常是想要把这个担子交出去 我们不是不愿意的 但是我们常常祷告以后 我们还是交他不出去 我们祷告以后 我们一个转身发现重担 还在我的手中 还在我的肩上 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担子交出去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我举个例子来说 在我的手中 我有一百万县件 那当然是太多了 我拿在手里太危险 所以有一个办法 穿到银行去 这是比较保险的 所以我就拿着钱 穿到银行去 我告诉银行说 我要把这笔钱穿到你 在那边来 银行说 好啊 那就就穿进来 开一个护桃 我跟他说完以后 我觉得有点不放心 我又把钱带回去 那有用没用 当然没用了 你把钱又带走了 和银行就不管了 所以我要把钱穿进去 那我就穿进去 我把钱穿进去以后呢 我和银行之间就有一个契约 他就应成我要给我多少利息 我就不放心 我就三天两头去找到银行的经理 我去告诉他说 你要把我的这一笔钱 应该怎么样去做投资 应该怎么样去赚这个钱 我三天两头去找他 那经理会告诉我说什么话 经理说 拿着银行走 你自己做去 我才不管 因为怎么样投资 怎么样做 这不是我的事情 这是经理的事情 他是做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带着不放心的心 我单纯去指导经理说 你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教育给他 我不是把钱存在银行里 因为我的心画在那个上面 所以什么叫交托 交托就是 当我把钱存到银行去以后 这件事情就和我不管了 你无论做什么投资 做什么生意跟我没关系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到时候你一定会把利息付给我 这就是我们平常做的事情 没有一个人会去找到您 告诉他怎么做事情 我们在这个地上 看得见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个规则是怎么样 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就打告 我们说 主啊这件事情 我交托在你的手中 然后一个转身 我们就自己做 我们就自己动手 这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 什么呀 怎么做才叫 把我的事情全然交托给做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就是 在工作中的角度 工作啊 我不管你是开商店开工厂 或者说你是打一份工 都是工作 都只是打工工 打工有一个目的 就是赚钱 是为了生活所需 我相信如果老板不付钱 你不会去干活的 所以我们工作是要拿钱 但是我不是为钱 是因为生活需要 所以这个就很正常 那问题是我对这个生活所需 是什么样的要求 是有吃有穿就可以自足呢 还是说我要好了再好 我要跟人家比 我看着人家有 我要比他还多 我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就会引出我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工种观 就会引出我一个 什么样的生活观 所以当这些事情 在我们的生活中 工作中体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怎么样去面对 无论是做工 无论是做生意 有一件事情 神做我们的神 我们不能影响敬拜神 有的人 他需要加班 有的人他的工作 就是要在周末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相信 需要祷告 放在神的面前 你是什么样的心智 你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有一个弟兄 夫妻两个人 带着五个孩子 孩子都颇大 都小了 一大串 躲着面话说 OK 出去就你串了 对他们来说 你不可能说不挣钱 你不可能说把生活放在边上 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家具商店 卖家具 在澳洲我们都知道了 卖家具 你如果周末不开门 损失就大了 因为主要的生意就是在周末 但是他们是幸福的 不当是这样 他们是很愿意追求神的 让周末追求 所以他们开了家具店 周末怎么办 周末关门 敬拜神 所以就有人问他 你开家具店 你怎么可以关门啊 星期天 他反问 星期天敬拜神 你怎么可以开门啊 在他的心中 根本就没有说 可以放弃 敬拜去做生意这件事情 他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 他星期天关门 那么人家都是在做周末的生意 他怎么办 他就把这个事情放在神的手里 周末我是要敬拜神的 我的生意好坏是神的事情 所以 尽管他星期天关门 但是在平时 神就把生意带到他那里 在平时的时候 他的生意就比别人要好 他照样可以做下去 一直到现在 所以无论是做什么工 我们要把神放在地 不可以影响我们敬拜神 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 在我们的工作中 我们需要有一个心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工的时候 尤其是在工厂或者公司打工的 我们要尽心 好像是给主做一样的 你自己做生意 你会为自己尽心 但是给人打工 这一个心 就要有一个像是为主做一样 不然的话真的是困难 有一个弟兄他们夫妻两个人 他要开洗衣店 结果一波三整 终于买了一个洗衣店 他们在一开始乃下来 这个洗衣店的时候 生意是一半半的 但是对他们来说 我只是做一份工 我只是为了生活 所以他就做了 但是在他的心中 他觉得 虽然我是在这里 我是做洗衣店 我却是为主而做 夫妻两个人都有这个想法 都是说 我们要尽量做好 所以呢 他们就在那里 他们要尽量做好 那怎么样尽量做好呢 这个认为这也好 那个认为那也好 所以尽管心事好的 两个人却经常吵架 后来草草觉得无聊 因为我们都是为了 把这些工作做好 那为什么要争要好呢 所以做丈夫的训练 想过了 他说不要争了 不就是为了把工作好 OK 没问题 你说这样好 就这样好 再来一看丈夫这样 他也放开 不可能也常常会 听丈夫的建议 这样一来 夫妻两个人就同心合意 他们所接的火 无论是大还是小 是多还是少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尽心地把每一件事情 好像为自己做一样 好像是为主做一样 他们都尽量是做到最好 当然顾客是非常满意了 所以他们在那里做了以后 盈尼额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 奉年过去的时候 本来顾客是他们的皇帝 但是你知道奉年过去的时候 因为他们做得好 顾客很满意 所以皇帝给他们送礼物去了 你就发现 当我们尽心向着神 我们尽力把事工都做好的时候 神就到我们去 神就高居 神就会高居 在我们的工作中 我们还常常会遇到 那些艰难困苦的事情 我们会遇到那些摩擦 我们会遇到那些逼迫 你不知道 当你在那些工厂或公司做的时候 你遇到什么人是你所不知道的 但是这些事情是常常会发生的 有一个弟兄他是做财务的人 所以他就在一家公司里面做财务 老板是一个女的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 在他的里面还有大祭司的遗传英子 所以所有的他的员工都是外邦的 都不是犹太人 这个老板怎么办呢 每天上班的时候 他就走到公司 把那些员工好像骂狗一样 一个一个骂过去 为什么事情呢 没有 理由没有 他就是要把他们一个一个错骂一顿 所以我那个弟兄 他也无可信任 每天被他骂一顿 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真的受不了 他说 没有理由的 你用点道理就算了 没有理由的 你骂什么呢 但是他是基督徒啊 他又不能去跟他争 不能跟他吵 他心里变得那个火 后来他想 感谢神 神让我到这里来 是要来学习一个忍耐的功课 哇 这样的忍耐功课 如果换一个地方 这还值不到的 这不是一般的忍耐 所以他就想 好 我在这里 我是为主做过 所以你无论是怎么说 你无论怎么骂 你是对着神 和我不关 我是为神在做 当他想通了 当他把这子担子交给神 他说 这是对神的事情和我不关 那一个犹太人老板 照样他不会改变 照样他还是来骂 但是弟兄改变了 弟兄改变了 过去被他骂的时候 这个脸奔紧 过去被他骂的时候 心里真的是过不去 那里面那个火就往上喘了 但是当他把这个担子交给神以后呢 那一个犹太人 他照样是来骂 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有两张桌子 一个是这个弟兄 一个是另外一个戏 他骂完弟兄 骂戏了 骂完戏了 但是弟兄改变了 他再来骂的时候 他在那里吧 弟兄就瞅着他 看着他 朝他笑 那犹太人更加气了 我把你给他笑 他本来是想激动 一个一个激动他们跳起来 但是呢 这个弟兄改变了 他就无动于衷 他说你妈你的 我就看着你 我看你很可怜哦 心中的火急没有了 心里就是平安了 然后呢 一点一点的 这一个犹太人老板 他对着别人照样还是要骂 但是他来到弟兄这里 他就觉得很无聊 他好像对着一堵墙 没反应的 并且这堵墙是橡皮的 你打一拳也没用 所以他到后来 他就觉得骂不下去了 所以弟兄说 他再来到我这里 他出于一个习惯 他还是要骂 但是当他一开口 唉 我骂了 为什么让我们聊 他就停止了 当弟兄把担子交在神的面前 当弟兄 他把这一切都放开 和我不关了 弟兄的心得做平安 并且 神是他在这个平安中 他把自己的尊严 他把自己的荣耀 他把自己的羞辱 都交在神的手里 神就来淡淡这一切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也有许多重担要面对的 在澳洲生活 我相信 田场不是问题 经济上 我们基本上 都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对我们来说 孩子的教育 就是一个问题 孩子的教育 就成为一个重担 常常在担忧 这个孩子怎么办 我们知道说 父母要为孩子操心 但是父母为孩子操心 常常是照着自己的心愿来操心 常常照着我所以为的来操心 这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安排各样的东西 要去学习 要去做这个做那个 所有做的和他应该做的都不关 他应该做的都不做 但是是按照我所要他做的都要去做 比如说 在我们华人的家庭里面 差不多只要是有孩子的 家家都有一台钢琴 彈钢琴是很好的事情 音乐以前吧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好像 那孩子学彈钢琴 就成为对孩子教育的一个利器 是教育孩子的一个利器 所以这个观念就改变了 完全就是变了一个味道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在我们小的时候 经济条件和现在不能比 科技的发展和今天天差地别 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 有许多童年的快乐 我们那时候所享受的童年的快乐 今天的孩子已经没有了 今天的孩子 他们被各样的补习给多种了 他们童年的快乐 他们被那些补习给绑架出来 所以对今天的孩子来说 他们有很重的负担 我们做大人的 我们觉得教育孩子是一个重担 但是对孩子来说 这个重担又转嫁到他们的身上 补习夺足了他所有的业余的时间 他晚了的时间 到一个地步 你知道我们那些孩子经过补习以后 那些考分都会有提升 因为他们经过这样的补习 所以等到考试的时候 再加上一条 就是我们华人对于考试 有一些特别的应付的方法 所以考分就相对来说比较高 那么等到包括那些学校等等之类的 在澳洲的这些考生里面 前十名的你要找那些西人是不多的 大部分都是华人 在悉尼那些精英中学里面 就简直成了中国的学校 里面大部分都是华人的孩子在那里 所以就引出一个问题来 西人看见华人的家就恨 为什么恨呢 这是他们不要的事情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要让孩子去这样的补习 但是现在如果他们要跟上 他们当然要跟上 如果他们要 让他们的孩子也能够进到精英中学 他们就没有办法 他们也跟着做一件事情 让他们的孩子去补习 这是他们被逼服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一些西人 当然不是所有的 但是他们就非常的不高兴 所以面对潮流 面对大家都在这样做 我要把孩子的教育放在神的手里 不跟随这个世俗 而是按照主的教育 全然教育给神 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做了一件事情 在我们的生活中 生老病是我们要面对的事情 我们常常会遇到的 作为基督徒 我们照样也是一样 我们相信 凡事交托在神的手中 我们相信 凡事都有神的美 我们也相信 将来我们要去的天上 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 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但是 当我们遇到有重病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遇到有重大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会到病 我们的祷告跑掉 我们祷告常常说 主啊 求你医治 我们祷告常常还会问一句话 主啊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意思就是不相信 还不够相信 当然我们生了病 我们求神医治 没有错 我们求神医治 OK 可以的 没什么不可以的 重点 我们是在信靠中 打告求神呢 还是按照我的意思 主啊 你要这样做 主啊 你要那样一致 还是这样来祷告呢 这是我们祷告的重点 所以 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总要去正确地面对 我相信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事情都交在神的手里 因为这要多轻松啊 多好办啊 但是就有许多的祷告 我们发现是不谋应用 为什么祷告不谋应用 所以 雅各苏就告诉我们 他说 你求也那么重 是因为你们忘求 我相信我们不会故意 但是常常因为认识上面的差错 缺乏 以至于我们在祷告中 我们就会有做到的地方 就会祷告不合神的心 以至于我们的祷告不合应用 所以 一个正确的祷告 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把祖全然交出在神的手中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祖全然交给祖 是单单的就是把这件事情交在祖的手里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合理的要求 这是可以的 但是 在我们的祷告中 我们不要加上条件 我们不要加上方法 我们不要加上我们的主杂 我们不要去指导银行金领应该怎么通知 这是我们要避免的事情 所以 当我们果然是有一个全然交出给神 这样一个祷告 有这样一个心智 我们相信 神必然在见 当我这样祷告的同时 我要接受一个结果 就是 这个结果 不管是照着我的心的 还是不照着我的心的 是我认为好的 还是我认为不好的 我都接受 这个结果是 神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 因为当我认为不好的时候 只是我认为 换一个人也许看法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要接受 所以说 主所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 不会出这个场所 在我们的事奉中 我们要做许多事情 事奉要交通给主 这是我们 这个道理是明白也相信的 但是在我们实际的事奉中 我们就不一定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对一个观点 我们听上去 嗯 不错 因为这个观点 它是用基督教的俗语来讲的 听上去好像很俗语的 所以我们也很容易 能够接受的 但是 果然是这样吗 对我来说 我总是会回到圣经去查看一下 打主要说 在我刚刚信主不久 我就听到 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 你要去传闺 要见伙子 不然有一天你去到天家 你连赌公辜 你怎么见主呢 这是我曾经听到的 果然这样吗 所以我就回到圣经 我去查看圣经 圣经怎么说呢 果然就看见 耶稣说 他说 是我拣折了你们 不是你们拣折了我 耶稣他说 若不是我父的恩赐 没有人把我叫不来 所以我就发现 原来传福音是父的恩赐 是基督的拣折 是圣灵的感动 那结果呢 我没有任何的功劳可以夸出 我没有任何的作为在这个其中 当然我也在传 我在讲 但是 他能不能信 却不是我的事情 却不是我的事情 保罗说 我在座的 亚伯罗教官 唯有神叫他生责 所以 传福音 传福音 一个人信 或者不信 那是神的事情 但是传福音 是我的责任 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如此而已 没有人可以跨过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 我们要去查看 福音事故 不是我们人的作用 乃是神在那里去做 那么 为什么 我们要实现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 当我以为 我传福音 是结果子 以至于当有人信主了 我就有果子了 有一天我到天上去 我就不会点手哄哄 但我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就很盼望 我传了 他就相信 他就接受 他就越职 他就 他就 但是我传了半天 他就是不要听 他就是不相信 我就着急了 为什么着急呢 我就冲着他 我跟你讲了半天 讲了这么多 你怎么不相信呢 我告诉你 这都是真的 对你讲的都是真的 我讲的都是真的 都不错的 但是他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那我就着急了 那问题是我的着急 到底是为他的灵魂着急呢 还是因为我又没有见过之着急 我到底是为什么 我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就影响到我的一个四股观 我传福音的想法 我传福音就成为我的一个负担 我一定要使人相信 我一定要使人相信 你就发现是我要使人相信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知道说 人性主义 是因为神做过 我传福音 是我的责任 带着这个观念 我去做 我就没有能够负担 我就把这一股重担 现在是在掠切 因为这股担子 本来就不是我的 本来就不是我的 那么 如何把这个担子去掉 就是我们要 要就证我们的观念 要就证我们的观念 四分钟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我很感谢神 从我来到这个教会 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还没有发现 但是在之前 我在不同的教会 我都遇到 我都亲眼看见 我有曾经提出过警告 告诉他们 但是 最终的事情还是这样发生的 除了教会 在一个时空上 当 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就在那里 非要争一个 我对你错出来 一定要考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的一个负担 要持受正道 这是我的负担 果然是这样吗 如果不是关系到我们信念的根基 这样的争论 有没有意义 这样的争论 背后的实际 是什么 这背后的实际 就是要回到最初的 一点也一点 分别三分 就是在分别三分 非要分出一个我对你错来 非要分出一个善一个恶来 这是我们在常常做的一件事情 到我们这样争论的时候 所引出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我们就发现 可以没有了 可以没有了 在可以没有的过程中 如果再发展下去 就就会分裂了 这是会引出的一个结果 推广部说 今天哪怕就是我对了 真的是我对了 但是当他还不知道 当他还不能接受的时候 我怎么办 我就把它放下来 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 我就把这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 因为即使我是对的 即使我的争论是赢了 但是因为他不接受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一直配搭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合一的性质 我们做不了 到我们不能配搭的时候 我们这个事工也是做不好 所以合一 要比事工要重要得多 到我们这样争论的时候 失去合一的时候 这个事工就毫无意义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 整个十七章 都是耶稣基督在上师之前的祷告 而整个十七章的祷告 就是为了门徒在地上 合一来做祷告 可见 在主的心中 合一是何等的重要 合一非常非常重要 你可以把事工弄掉 为了合一 这是主的心愿 所以当我们有不同看法的时候 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就把它放下来 一直等到有一天 这个事工我们需要 神让我们有共同的看见 都愿意一起来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合一中 一起来服侍 一起来配搭 就有一个美好的事工 所以 到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生出另外一个问题来 所以就有人问 有人问我说 那既然这样 我为什么还有事工啊 如果就是不要事工呢 这是我们人在听说话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把别人所说的话 加上我自己里面的想法 我的观念 一起加上去参加一起 变成一个大炸 会直接拿出来 这个味道就变了 我说事工不重要 但是事奉非常重要 事奉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把事工放下 但是事奉 却是我们需要做这件事情 事奉是为什么 事奉是神让我们与他一起同工 不是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好事情 而是通过事奉 让我们学习 操练 长大 成熟 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 通过事奉来达到这一切 记得我刚刚来澳洲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在悉尼的东区 靠海边那里 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地区 开了一家杂货店 那么因为他开杂货店 我是刚刚到澳洲 我就买车了 在那个时候 留学中间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有车 所以我为他送货 就是他要进货 所以我就为他进货 常常到他那里去 那个地区是一个富人的地区 百万会叫富翁 百万会计 因为随便一双房子都超过百万 所以在那个地区 那些富人他们也都有孩子 但是那些孩子 每一个星期的零化钱都是有规定的 他不许超过的 那么这些孩子 每一个星期到了摘云基金拿了钱怎么办呢 马上就走到他的杂货店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钱面欠着那个设账的钱先划了 剩下的一部分的钱就一下子全都划了 没有了 那么接下来的六七怎么办呢 没有钱了 再设账 那么一直在眼这个钱是不够的 不够怎么办呢 父母告诉他 你要钱了 好啊 洗车 洗车给你钱 通过劳动 你要钱了 好啊 给我后面的fence做油器 洗车洗不干净啦 小孩子做事情怎么可能洗干净呢 所以父母给他做到墨地 是为什么 就让他通过劳动 通过自己做 让他的血色来增长 让他油器后面的fence 你想这些孩子能做什么好事情 澳洲的后面的fence要油器吗 根本不需要 那为什么让他做油器呢 他在那里做什么呢 东一块西一块 不是说要他做好这个油器 他不需要 他根本就不需要油器 是为了让他通过这些工作 通过这些劳动 来过去自己的报酬 让他通过这些工作 来学习来成长 这是他们在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 对那些妇人来说 他们教育孩子 并不是说什么都去把他完成 而是让他们自己通过这些草莲 我们的神一模一样 他就让我们来穿与这个侍奉 穿与侍奉是一种荣耀 神并不在我们是做的多还是做的少 神并不来管我们是做的对还是做的错 不重要 我们常常做错事情 那又怎么样 我们的神从来没有这怪物 他不是看我们做事情有多少优秀 我们自以为优秀的时候就是最糟糕的时候 因为我们以为优秀的时候就是里面骄傲起来的时候 所以神不看我们做的多好 神看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来面对他 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来服侍他 这是神让我们串侍奉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创与侍奉是为了学习 为了成长 所以弟兄姐妹 虽然在我们的生活 在侍奉中有各样的担子 但是主应许我们 我们能把担子交给他 但是我们挑他的担子 我们负他的口 就一定是听神是容易的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过程中 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担子是重了 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有点负担不起了 我们停下来 我们回头看一看哪里出问题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什么地方我们没有交错 因为如果我们是负主的恶 是跳主的胆 一定是亲神 所以让我们记住 神的话 让我们记住 神要跳我们的胆 我们所挑的一定是亲神和容易的 让我们低头打告 主我们谢谢你 你的应许是核灯的广大 因为你爱了我们 以至于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主你告诉我们 你的恶是容易的 你的胆子是亲神的 谢谢主张一点帮助我们 常常在这其中操练学习 让我们认识到如何来交通给你 以至于我们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 祝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 我们亲亲神子 来跟随你 走天里的道路 谢谢主张一点 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